當然你的練習大概就是這邊函數 然後多重 這個按按鈕 然後另外就是 可以有插入函數會有兩個 OK 今天的進度 最後當然我講過了你這個練習完我們做完的東西 你最後就把它先存檔 以後可能我們期末在繳交作業吧 反正我們做了什麼你就 要跟著做喔 我做多少你做多少好不好 這樣很公平吧 反正我有做你就做 你就把它存檔 然後交作業 期末不然我不知道你到底 有沒有 如果你上課來不及做完沒關係 下課 回家再把這個 再把它做出來 至少你有做了OK 所以 大概就這樣了 再來後面我們還會增加4個按鈕 那這4個按鈕主要做什麼 因為你將來要輸出報表列印出去之前 你可能會先需要怎麼樣加個框線吧 所以之前有同學問說 老師我最後我工作都需要 做框線 可是每次要再設定一次 像這邊各位可以看到 他印出去之前 預設的其實 Excel是沒有框線的 那沒有框線你怎麼辦 你還是要先做一下 最好是每次要再做一次 麻煩 有沒有辦法自動幫我 把這個框線給做完就好了 那框線可能我還有很多設定 可能每一個公司要用的框線 其實態度不太一樣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我只需要什麼 大概 歸納起來 框線不外乎 就是那個border 物件 不外乎有三種 第一種 加個實線 有沒有 這個範圍 所以我只要給他一個範圍 一行程式就好 其實這個 其實裡面對應到就 一行程式 這一行程式的話 就是第一個 告訴他range Range哪一個呢 A1 到G7 中間加一個冒號 有沒有 Range物件 前面有用過對不對 Range就範圍 點 其實那個Sales物件 跟Range物件 其實他都可以共用那個border物件 border是有沒有 加S 點 後面的話 我 剛剛前面用到是color 不過這邊的話是lightstyle 就是 就是線條的樣式 這個線條的樣式 實際上就是 這邊點擊下去 其他框線 其他框線裡面會跳出來 基本上 其他框線的設定裡面 不外乎就是什麼 線條的什麼 包含就大概樣式 就是lightstyle 然後color 顏色 另外還有什麼呢 不外乎就是這兩個 然後格式 格式的話就是外框跟內線 哪一條線 有沒有 那我講過了 那個框線 Border物件 其實他包含就是上 下的話在這裡 然後 左 右 有沒有 然後還有這一條 那個什麼 右上 左下 還有這一條 左上右下 還有中間的 還有這一條 所以他基本上 如果嚴格講起來 Border 這個物件裡面 總共包含了有 幾條線 這麼多 上下左右 斜邊兩個 然後中間兩個 八條線 OK 那這八條線 都可以 利用 Border 物件 再去做 控制 哪一條線 有顏色 哪一條線 不要顏色 都可以 再進一步控制 那只是說 那我們 有個概念之後呢 我怎麼針對這個地方 先LightStyle 然後 我這個地方 只是說 上 跟 跟正一下 應該是 先把它選起來 然後再做什麼 線條樣式 然後呢 選樣式之後 外框 內框 按確定 好 當然 一般的書裡面 都是教什麼 就是教你用開發人員 裡面的 錄製劇 其實你也可以錄製劇 如果你用錄製劇 產生的話 它會產生什麼 我把這個框線清除 你可以錄製劇 假設劇集一好了 第一個先把範圍選起來 第二個呢 你可以用那個常用裡面的這個框線 其他線條 那這邊的話 這個樣式 外框 內框 OK 按確定 好 錄完了對不對 其實一般書裡面就是教你怎麼錄製 然後最後可不可以執行 把它停止一下 如果你清除框線 再去做那個 這邊有個聚集一對不對 你把它執行 它其實也會 有沒有 你剛剛做的動作 它會把你錄下來 你也可以執行 可是問題 如果你用聚集錄下來的程式 當然你在 在聚集這個地方 可以編輯 它會告訴你說 你剛剛錄下來的程式 有這麼多 你會發現 從上到下 這麼多 但是實際上 VBA裡面的只需要寫一行而已 所以錄製聚集有個缺點 有個優點 就是說它會自動幫你寫程式 可是缺點 它會幫你寫 很多你不需要的程式 那可不可以執行 一樣可以執行 只是說 這個當然你如果將來要自己改寫的話 就會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待會我大概就是會教各位四個按鈕 第一個 加實線 第二個 把實線再加紅色 第三個呢 紅色可能線條太細了 加粗體 粗線條 OK 類似這樣 最後再把它清除框線 大概就這樣 反正這四個按鈕你自己可以再變化一下 以後 如果要自動產生一個範圍裡面的 框線 其實就變得簡單 那我們怎麼來 第一個來看一下 怎麼加實線 其實程式只有一行 哪一行呢 這上面是註解 這註解可以拿掉 就這一行 Range 其實這一行 意思是什麼呢 大概在這裡 Range A1到G7 的Boulder 的LineStyle 等於這個 OK 那你想說 Boulder剛剛有用過什麼呢 點 Color 可是現在是用什麼 Line LineStyle 應該可以理解 Line Line就是那個 我們常用那個Line 不過變成一條線 就變成你跟其他人的一條線 全部都連在一起 到底好還是不好 因為隨時常常有人跟我要Line 那老師你有沒有Line 我想說 我到底要給你還是不要給你 為什麼因為你如果Line 你如果Line的話 你如果隨時一直Line 一直跳出來 老師那個老師那個老師呢 我到底要不要隨時回憶你 對不對 這也是 當然 因為說真的 我也很願意回答各位 不過有的時候說真的 如果你隨時隨地都一直在問問題的話 我算是 人難免會 對 有需要有 我自己的時間 對不對 那所以 我可能會選擇性 在某個時間 或者說 我有時間的時候回答你一下 不是說不可能說隨時隨地 OK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LineStyle 等於什麼呢 等於一個 我要的線條 那問題那個線條這麼多 可是那你怎麼知道哪一個線條是指什麼線條 所以後面這個所謂的常數 後面東西就是要給他一個 線條的常數 那這個怎麼來 其實說真的這個東西都可以查得到 以後呢 各位可以學習就是說如果LineStyle你不知道 沒有關係 按個F1 其實很多答案 都會藏在 F1裡面 所以你把F1按下去的話 他這個時候呢 會幫你整理一下那個你的官方的說明檔 有沒有 他就會跳出說明 那 這個時候呢 因為你游標放在LineStyle 他有點像會幫你在LineStyle 就是 說明檔裡面 幫你去搜尋什麼 LineStyle的關鍵字 幫你列出來 那這個時候當然 不然喔 不過他會 等一下下 OK好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 Bolders的LineStyle屬性 那他的線條是什麼呢 不知道 沒有關係 這邊有一個連結 叫做Excel的LineStyle 點擊進來 這邊就出現了 名稱有沒有 如果你要是連續線 就是這個東西 如果你要虛線 就是這個東西 那你很簡單 把這個怎麼樣 複製一下 OK 那你就有連續線了 連續線其實指的就實線 把它貼在這邊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要虛線 剛剛大家有啦 後面虛線名稱嘛 對不對 所以關鍵就是在那個 這個地方按F1 它會跳出來 請你記得喔 這邊不是有一個 Style的那個 沒有 這邊就有答案啦 所以 答案不用去其他地方找 一般的書裡面喔 不過我看到很多 基本書裡面好像都沒講到這部分 OK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 我就給他一個連續線 按一下他 他就會有實線出來 這個是第一個 LineStyle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我們要 除了虛線之外 除了實線之外 還要有顏色的話 那其實這個按鈕按下他 他實際上就指的是什麼 除了連續線之外 還在後面加上 顏色了 這個顏色前面有講過 所以Color OK 好再來的話就是說呢 我要再去調整他的粗細 其實就是在加一行 這個地方喔 有一個叫 這樣 就是 位 這個位 這個位 位 這個不知道怎麼 這應該位置 OK好假設是 這個位置 等於什麼呢 後面還是會有個參數 這個是指的是什麼呢 線條的粗細 OK所以將來 如果你點擊他 Bolder 點 這個裡面一樣有個 如果 實在是忘記也沒 他們猜了 我想應該可以猜出來了 他裡面 只有大概就這些屬性 你把這些屬性 通通都了解的話 應該就 可以找到答案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 這個 Range 物件 他比較特殊 你會發現跟剛剛的那個 Sales 物件 Sales 物件加了 刮鬍 點下去他不會有清單 可是Range 物件 他會有清單 所以有的時候好像有時候 在 用Range 物件好像比較 比較容易一些 因為他自動產生清單 刮鬍不用後加 可以先直接加 Bolder 點 這個也許是 點位置 等於什麼 等於後面粗細 粗細不知道怎麼辦 沒關係 F1 有不要放在上面 這個地方一樣會有一個什麼呢 有個超連結 不過超連結他是用藍色的 給你 然後呢 有沒有 這個是 豪線 最細的 如果假設我今天 需要的是一個 粗的線條的話 那我就用這個前面的名稱 你把前面的名稱 複製一下 貼到後面去就好了 另外 其實你也可以後面 用後面那個值 其實你用四個 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 也就是說你後面的這個 後面的這個東西 假如說呢 你給他一個4 跟用這個 兩個都可以 但是 我是比較建議 盡量不要用這個四 為什麼用這個數字 有的時候呢 說真的 有的時候比較沒有辦法判斷說到底 這個是什麼值 如果 兩種寫法都可以 可是 如果你寫這種 一般人會比較不知道說到底是什麼 這個可能會 看 因為他是基本上 他的語言基礎是英文 反正這個是 美國人發明的 所以他用他的基本語言來寫 OK好 那我們做完之後把它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 出體就完成了 有沒有 所以做出來 那如果將來 你只需要 某一邊的話 其實只要在boulder 我前面好像講過了 你可以 比如說這個地方 假如說我只要是 外框 去做出體 其他都 都是 不是出體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這個地方加一個 錢瓜壺 然後我只要是 假如說我要的是 上下左右 假如說是下面這條線 變成出體的話 好那你會發現 執行 有沒有發現 跟他講 TOP TOP是上面這條線 有沒有 所以上面這條線是出體 那如果你要下面那條線變出體的話 他變成怎麼樣 比較麻煩一點 變成說boulder是全部 四條線幫你弄好了 可是如果說你單獨的話 你就變成說 上下左右 這個是button 有沒有 變成下面這條線 還在做 有沒有 上面這條線 那他要左右 那變成說如果你要個別做的話 那變成個別就是要多寫 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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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如果上下左右分別做那邊要寫四行 OK 所以 單獨的某一條線 你可以用這樣的敘述方式 可以把它完成 最後清除的話 其實如果你要清掉所有框線 他很簡單 就是他的lifestyle等於沒有就可以了 其他都不用 你會發現清掉 他就比較簡單 lifestyle等於xln 全部的東西都消失了 OK 那你把它做完之後 當然有什麼差別 我們上下兩條線 把它 那最後 列印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有沒有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有 做格式化的部分 那他就幫我做一個 框線 那當然你再把它列印出去就簡單多 所以有些時候固定每天都會做的那些設定 也許你就可以把它寫成成層次 以後就可以把它印出去 OK那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 可以試試看 那之前有同學問到說 老師那我希望 這條線 變成雙線 怎麼做 有沒有辦法 就一條線 哪一條線 就是 就是 藍會名稱 跟資料 這個中間有沒有 理論上習慣是這樣子 選這個範圍 把它變成什麼 其他框線 雙線有沒有 上面這條線 確定 有沒有發現上面這條線 雙線 那這個是用手動的方式 那如果說你今天 要寫一行程式 把它變雙線的話 怎麼做呢 其實很簡單啊 剛剛有講過 剛剛有講過有沒有 第一個 選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 這不用背嘛 這邊都有 雙線的話是在哪裡呢 有沒有 Double 對 Double有沒有 Double在這裡 雙線 就做完了 所以應該可以理解吧 反正你要來 以後要怎麼樣畫線 其實VBA來控制 就跟我們上面控制完全一模一樣 做出來結果 反正你要什麼設定格式 都不會是什麼問題 來畫面先 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程式部分 在雲端上也有 你可以自己再參考一下 盡可能可以就是 這程式其實沒幾行 而且其實說實在設定框線 只要你概念清楚 你會發現 有時候最後反而覺得 用VBA來處理這些東西 反而變簡單了 一下子就可以全部做完了 對一般人來說 簡直是不太 你怎麼好像什麼事都沒做 什麼事情就一下子做完了 主要就是說 如果你有大量的 像我們現在只處理一個工作表 那如果說你今天有多個工作表 全部都要套用 某一種的框線格式的話 那你以前是變成要 一個一個一個的慢慢做 那未來當然你不用按個按鈕 全部通通套用完成 而且甚至呢 如果你要列印的話 你就print 把它print出去 每一個工作表全部都幫你列印出去 你只需要 所以每天你只需要按個按鈕 事情就解決了 多好 報表就自動就輸出了 這當然是一個 很理想的狀態 可是這個理想的狀態 我是覺得也並不會很遙遠 而且當然你如果是這樣子在工作的 其實也是一種成就感 給這個地方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這個地方關鍵的地方就是 第一個 給它一個range 第二個用boulder 電 後面的屬性 那那個像lifestyle跟那個wax 就是線條顏色 跟粗細 後面的那個參數如果你不知道 記得就是按F1 所以在VPA裡面 很多你不知道的屬性 其實 都可以按F1 F1有點像是那個 呼叫 說明 就call help 其實以前的那個F1 在豆子環境底下 其實就是 help的意思 help就是我不懂啊 那你可不可以教我啊 OK 他會 理論上他裡面都會有一些 說明檔 藏在裡面 那你他會跳出來 就稍微看一下 有的時候像VPA這種東西 其實他非常的龐大 而且很龐大 所以如果你要用 呃 怎麼講 就是你要去背他東西 背裡面的當東西 永遠背不完啊 所以有的時候 應該是要學關鍵的方法 有些東西 即便你沒有用過 其實按F1 也會有答案 所以這有些東西 其實我本來也不知道的 按了F1 其實就有答案了 OK 大概會有這些東西 那請各位試試看 如何在那個 我們的 那個 最後的那個 框線 再加一個 就是 總共會有實線 加顏色 加粗細 粗細的話 可以分成 我剛剛有把它改一下 上面 假設你不是全部的框線 你可以再去設定 上面這條線 跟下面那條線 最後會有個清空 清除框線 這個部分在雲端上 都有那個 參考的答案 可以試試看 呢 就算了